欢迎大家回来EY学堂 今天跟大家讲讲香港的M3 香港的货币供应变化 是出现比较罕见的情况 跌破了至2008年以来的记录 或者先跟大家分析一下 全球在疫情爆发之后的货币供应M3的变化 这幅图是OECD一幅比较图 我里面挑选了 是八个不同的国家过去的几年 各国的M3供应的变化 货币供应一般都是持续向上 因为经济有增长 但是大家会看到 黑色线代表全球的平均数 都出现了一个突然间 在某一年大幅急升 这个正正就是在2020年初 因为全球疫情大爆发 所出现的全球央行同步减息 甚至去到零息或者负息 所出现的货币供应M3的突然急增 对黑色线全球的平均数都很清楚 其他各国基本上都是符合这个现象 在2020年初是大幅减息所导致的M3供应急增 图表也大致看到 是踏入2022年最尾那一部分 由于各国央行同步加息 所以所出现的M3的增长 开始放缓的情况 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货币供应 以及借贷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事实上香港的金管局每月都会跟踪三者的变化 包括香港的货币供应M3 本地借贷的变化 以及每季的名义本地生产总值GDP的年度变化 这个图表就是金管局最新提供 由2014年到2022年6月的每月数据 那么大家看到三者有高度的关联性 其中尤其是红色线和蓝色线 大家看到分别就是红色线的港元货币供应量M3的年度变化 以及蓝色线的本地贷款年度变化 两者在近几年更加是好像妈公仔那样 可以称得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同步上升和下跌 而牵引着的绿色线有关本地名义生产总值GDP的年度变化 也都跟随一起起舞 那两者在M3和贷款的相关联的正商关系数是高达八成的 那或者用一个扩散图给大家看一下 就可以了解到两者的正商关情况 有一个背后的逻辑可以理解 每当央行加息或者减息带动银行跟随 就导致借贷的成本变化 那就导向着市民或者企业 究竟借多些钱就借少些钱了 也都会令到欠债人会决定提早还款 或者是家案转案 所以这些决定完全都由那个息率影响 所以这个息率就决定了借贷的总金额 借贷的总金额就是用在市场上高 反映在经济活动就变成货币的公认M3总量 然后就出现在各个环节 所以就最后会反映到各个经济环节上高的GDP 变化 所以三者的关系在逻辑上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金管局 会将三者并列每个月去跟踪三者的变化 好了 但是近这几个月出现一些不寻常的走向 所以让大家看看 如果我们将所有网上提供的数据 时序一起是 是 绘制了这个图表 大家会看到 由2007年到2022年6月的所有M3 和本地 贷款的年度变化 你会看到最近这几个月所出现的急跌 负增长 是打破了至2008年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而且还要是持续多次进入负增长的区域 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情况 2008年那一次大家应该是记忆犹慎 当时因为国际金融风暴所出现的下跌 所以这个级别当然是属于10级避震 所以这个跌幅接近15%的负增长 也是可以理解的 随后因为各个减息 你会看到很快就回复长期的正增长区域了 相反 踏入2022年 由于是香港联系汇率的关系 所以利率都需要跟随美国去急速上升 所以大家看到在加息周期开始 香港的借贷成本上升 那就出现借贷的总量是有下跌的趋势 而借贷的总量下跌 就变成了经济活动减少 货币供应的总量M3也跟随下跌了 但是今次似乎就是香港的跌幅 是比国际是远远深得多的 在国际上高似乎M3也仍然持续有正增长 只是增幅放缓 但是香港就出现连续几次的负增长 或者逐个用途分类去看看 香港的借贷其实是高度集中在防贷方面的 只是说这个图表紫色线所表达的 房贷已经是佔总本地贷款超过四成 其余两组也佔每组超过两成 都是跟房地产有关系的 包括绿色线的购买其他的住宅物业 还有红色线的物业发展投资 所以其实三条线应该合在一起 都是跟房地产的借贷有关的 如果三组线合并计算 其实最新的总借贷金额是高达6万9千亿港元 所以占比三者加上 已经是接近八成的总借贷金额了 所以反映香港的借贷市场 高度集中是跟房地产相关的行业有关的 所以如果将各三类的房地产借贷 合併做一组线就是绿色线 然后其余的三组线包括制造业 黑色的开线 红色的贸易融资 以及蓝色线的批发零售 你看到其实近期如果以季度计算 就只有红色线出现下跌 反映贸易就开始有减速的情况 很多新闻都有提供佐证 就不在这里详细分析了 但是其实看到其余三组线的借贷 以季度计算都仍然有增长 虽然那个增长就有放缓的迹象 但是仍然是属于正数的区域 批发和零售是较早两年 疫情打击出现负数的 但是已经是最新的 2022年是回到正增长了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如果以季度计算 暂时都仍然有正的增幅 所以可能需要进一步观察才可以了解 是不是借贷会持续出现下跌呢 最后就是大家可以留意这个图表 前面的两次的急跌 我们都可能会认为是和疫情的爆发 可能有关系 但是最新在六月份的下跌 借贷金额和M3的下跌 所以大家朋友如果有意见提供 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留言解释一下 为什么最新会出现M3和借贷 年度变化都出现负数 好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多谢